郑妍 真言 你真不打算告诉龙伯伯 你的真实身份吗 师弟 阿絮 你婚叫什么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走火入魔了 龙伯伯 您就放心吧 真家夫妇 他们早已隐姓埋名 改头换面 归隐田园 安渡晚年 他们的孩子 已经出落成了一个 虽然有的时候有些可恶 但终究 不算太坏了家伙 连救了一身不错的武功 当真 莫非 是亲兄弟 是 是师父 帮他们义戎改面 引起踪迹 他还将他们的孩子 纳入了师门 成为了我的二师弟 太好了 太好了 龙伯伯伯 龙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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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师父 皇伯伯伯 你们的勤卷好友 多少受过真谋 及神与谷的恩惠 今日 请看在这点缘分上 听真谋一句话 自古恩怨 一解不一结 容炫大哥走火入魔 食又隐情 绝非本性 大言不惭 对 凭什么相信你 各位安静 各位请安静 错者一意 渊源相报下去又有何意 真某约用尽余生 替荣大哥洗情罪孽 他若杀哪位门派中一人 真某逼就十人百人以报 我也会将荣大哥 代反神异谷敬仰 绝不会让他再出来生事 青崖山一役之时 众人打着追杀魔头的旗号 追杀荣炫 多半是垂涎武库的钥匙 不料荣前辈死后 一无所获 又把主意 打到了真前辈头上 不惜与神异谷撕破脸皮 逼真前辈就范 真兄弟笑意两难全 敌死不肯吐露武库的秘密 这些所谓的武林正道 拿什么正邪不两立做借口 逼迫老谷主大义灭亲 根本就是想拿神异谷 要挟真家夫妇就范 江湖传闻 神异谷二弟子夫妇 自甘堕落 结交匪类 被老谷主亲自废剧武功 随后逐出门墙 老谷主也随之先事 明镇江湖的神异谷 从此一蹶不振 原来背后的故事竟是如此 自甘堕落 圣守珍如玉一生 救死扶伤活人无数 偿大一个江湖 在我真兄弟面前 谁敢称高洁